聯合諮詢 時間15分鐘 請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副市長 各位機長 還有各位市府的主管 針對今天教育文化委員會的諮詢 本期在這裡來跟文化局就教了 其實台中市已經辦了好幾年了 從元宵節以後 我們台中 馬祖國際觀光文化節陸陸續續在辦理 其實我們台中市總共百年 這個馬祖廟有12間 大概局長 在你的印象當中 每年花了六七百萬的經費 在做這個活動 整體的活動裡面 你認為哪幾個宮廟所辦的活動 你認為對於整個文化的傳承 還是一些教育有比較正面的 包括比較有意義的活動 謝謝議員關心我們馬祖廟 這個風華的一個活動 事實上我們大概都會要求 我們在招標文件都會希望說 能夠把一些宮廟裡面的建築 歷史傳承的文化 列到這個活動當中 所以當天晚上雖然說有一些的 一個表演的活動 但是我們都會有一些媽祖小巡禮 或者是有一些跟宮廟建築有關 尤其像有一些宮廟 他本身也有這個文化資產的 比如說像我們在大理 他也有一個文物的 以及我們的台中市的一級文物 那在有一些像 比如說像我們的四定古蹟 樂成宮其實也有 所以我們都會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各個宮廟能夠 把文化把它傳承 其實在整個宣導上面 在就文化局這個計畫裡面 你們做什麼樣的宣導 我看到你們在整個YouTube的宣導上面 真的人數兩位數 少得可憐 你們自己上 還有你們的FB 都是兩位數 像這種整個宣傳的力道 你們到底花了那麼多錢 它的意義在哪裡 你們宣傳到底是自己在宣傳 還是委託哪裡在宣傳 怎麼會宣傳 報告一座 因為我們這個廟建都是我們在地 所以事實上你剛提的YouTube 這比較不是我們主要的宣傳管道 所以我們會透過地方的宣傳車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市政新聞 或者是相關的臉書 來做一個佈答 那我們各地方的這個文化館設 我們也會有相關跑馬 等等的一個協助宣傳 希望大家能夠來參與活動 大概你們一間寺廟 差不多花費多少金額在他們上面 一間寺廟 除了大家 媽祖比較多還是大約多少 我說好 像我們六星宮 你一年稍微花多少錢 六星宮 他的一個繞進活動 他們一個典禮活動 媽祖 一間的媽祖廟大概40到50之間 因為這個都還要含燈光舞台 跟影響還有團隊演出的一個費用 所以這個因為現在 薪水這麼高 所以這個基本上這個行情是 我們是以很核實的來做處理 其實一成不變 每年去到北頓南興宮也一樣 你去就帶一個舞台 就表演一下 差不多往年大概都是這樣子 應該有一些創新的 在他整個媽祖 像我們北頓南興宮 200幾年的這個媽祖廟 他的典禮 他的歷史 他的故事 其實現在很多新進人員 新進住民來帶一家 根本就不知道說媽祖 這間他的意義 他的歷史背景 他在哪裡來 像說過去 他的名聲 生不長 為什麼要他再來叫南興宮 他以前 他怎麼來形成的 這些故事 這些比較有意義的文化傳承 200幾年 一定點點滴滴滴 有很多大家比較感人的一個故事性 是不是像歷史前面 你們怎麼來輔助 不然我看你每年花那麼多錢 非常感謝議員 這個也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像南東的萬福宮 這都正400年的這個媽祖廟 他的意義 我覺得你一年給你這麼多經費 我都不可以幫你刪幾個預算 但是你就現有的預算來 你要去負負他的公寧 這個宣傳不利 你看FB 你們台東市政府的網站 你的FB 你看看 他真的少得可憐 你看案戰數 這23個而已 你自己上網去看 第一篇破棄 你看 我們這個民間的 六星宮 雖然沒有他也有4萬多的人 去你看 現在案戰數 你看人一篇就都 800多要獎千萬福宮 也是 南東的萬福宮 也都八九百的 台東市文化局 你看自己的網站 這真的 這到底是 什麼人來建制 有這個選團嗎 你委託的公司是不利 還是怎麼樣 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 整個公開採購委託 那因為議員 您指導的這個選團這部分 我們接下來 明年會來做檢討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場 廟間的主委其實都很支持 所以我們每一場幾乎都有 八千到一 八百到一千 甚至一兩千人 那這樣子其實我想 這個也感謝剛剛一座 教導我們 也知道我們說 一朝整個公廟的一個歷史文化傳承 或者是一個轉變等等 那這個都會是我們未來改進的一個方向 謝謝一座 你看我們一年 365天裡面 我們的長 媽祖先生 三月以上媽祖先生 昨天嘛 對 其實我們台灣 我們台中 跟我們台中市就好了 我們的帝雅公 北極現天帝雅公 你怎麼不知道有幾庭 超過百年有幾庭 他們這也覺得真正錯 怎麼看媽祖有 這帝雅公 這廟 再來我們的官姓帝雲 官公也是一樣 也是需要說 我們廟下 都有幾庭 每一人有他的信用 我們尊重 但是我們就這個公廟 他的精神一度 帝雅公他的精神一度 你怎麼知道 拜帝雅公 他的意義一度 應該是正義吧 正義 帝雅公 神一 帝雅公 官公就是 正義的 正義參天 官公 原寶公 對 關心立軍 我覺得這是簡單的問題 九天選你 他所展現的意義 一個 九天選你 你如果比較好做 阿伯你也會 閃路 也有主委長 也有這公廟 頂頂 他的意義 大家 我們現在 過去也是 幾地人 他做人 現在是怎麼做 神力奉拜 想太多的是什麼 我們台中 是想太多 教廟什麼廟 拜什麼的想太 媽祖跟 應該是媽祖跟 想太多廟 拜什麼想太 媽祖跟那個提宮廟 這個我要問一下 宗教科 來 我們局長補充一下 什麼 拜什麼的想太 宗教科是 民政局 翁陽 媽祖應該是 不是啦 拜土地公 土地公 土地公 家家夫婦 包括工廟 包括一個鄉頭 有時候五六間 土地公 土地公 為什麼他做土地公 為什麼讓大家拜 他過去了 他也是做官 土地公 你看他的店鋼 看他的店鋼 他過去是 以前 他也是一個做官的 開始做得很好 所以說他往生去 去漁房大地 天公那裡 就漂亮 回來翻艦 保護這個八生 他就是做得很好 你看 夢也都知道土地公 你知道嗎 每一個夢都知道土地公 你知道嗎 他都有他的意義 為什麼 苦修寒有十八年 找他們 骨頭 找不到 後來就 剛才在土地公 就找到骨頭 他靠到 靠到 靠到 他們的骨頭 變成 這個故事 你都去看 很多 大家說 我們學習他的精神 好 醫生 大家建議 你一年忠告 對每一間廟 他的精神和意義 大家學習的 這個精神 可以做一些 比較好 意義的選手 我相信 就整個道德倫理 教育上面 應該都是正面的 正式稿 好 醫生 請坐 這是很好的方向 我們會來辦理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 教育局 當然 教育局 你一家也做很久了 一點 我可能會去探討一下 就是 沒有做很久 老師 我想你一家做教育局到現在也做很久了 沒有做很久 其實我北斷在人口的增長 那個速度 會怕人 北斷 應該你有感想 是 很多學校校長 包括整個人口的成長 你包括教師部族 這個問題 就北斷就好了 台中市有29區 我跟你探討北斷 你現在所接受到最大的壓力 應該是在北斷 我北斷 我學部族設立東山路 我那邊去不叫北斷 客棟 我那裡有三間 比較爆滿的一個學校 第一間就是建工國小 我相信建工國小 應該也有給你提報 要增加的一個 你看建工國小 現在一年級有八班 二年級他們有八班 三年級有八班 現在又爆准要增加一班 四年級有八班 五年級有七班 六年級有九班 你看 現在他們現在額滿 我叫他們說 學校 你現在 額滿不可以下去 但是有人要去外面 很多是新住民 你知道那裡去很多大樓 很多你知道嗎 很多大樓興建 很多從外地搬來這裡住的 他來這裡住的 現在三年也要轉來 五年也要轉來 所以每一年級都有 你看 二一年級 他們目前 排不去 一學區裡面 換了要賭的 他們就兩位 二年級有六位 三年級 他 總共要一班 四年級 他有三個 插不去 五年級最嚴重 十幾個 擠不進來 就限了的 限了的班級數 他們的人員 是爆滿 六年級 也是不足 也是在候補 要去 我現在 我接到 胡安前裡面 很多 因為這種我們 束手無策 就是按規定 一個班級 可以只有多少錢 就是這樣子 像這種情形 是不是說 校長 你應該 位於籌謀 現在監獄 舊舊 舊舊 舊舊當然你要去 南京國小 到底哪時候會好 我南京國小 蓋好之後 他這些 新進人口 包括 外面要去 班級數有夠嗎 你要整班才有夠 容納現在 他的那個 飽和量 再來 軍宮國小 你看軍宮國小 目前一年要八班 二年高班 三年高班 四年高班 五年也是人 很多 那些 9加1 大家報告 希望能夠多一班 其中的 其實我相信第一線裡面 你管理台中市的學校這麼多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小教科也好 你沒有辦法面面俱到 但是校長他們是 教務主任 這老師 每天跟他們 他們一起 他們知道 到底多少 學生 他們有多少間教室 還可以再徵班 我是希望說 像這種 他們抱上來 你說盡量配合他們 我相信這樣 這是解決問題 因為來自於壓力 是里長壓力 林長壓力 還有周邊居民的壓力 校長認真教學 但是一些這些 公共空間 一些這些資源 我們要 無條件 提供給他們 教育的經費不能省 真的 我們讓他們有更好的空間 更好的環境 更好的教學 教師 這就是我們 可以讓這些孩子 教學環境 再來 婆子最嚴重的 你知道婆子 你現在一里多少人 一里 一里 兩萬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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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一個 鋪子國小 鋪子國小 真的是爆滿 是不是說現在 已經 現在新的 社宅那個土地一半 國中已經刷出來了 本來鋪子國中 要去一個地方 現在鋪子國中 已經挪到 社宅那邊去了 建合路跟祥順路 所以說 那個土地 國小不足馬上在興建 你現在啟動了 沒有蓋不蓋 現在你只要總裁 一個蓋的 最近個案 建案三年 你不知道多幾個 三年 四千戶 新增的 這些戶口都不進來 預估現在已經建造齊 的 這四千戶的人口數 未來這裡的就學問題 我們應該就是說 要先準備好 所以整個教室不足 尤其是現在要徵班 這樣 壓力 我學部室很多案件 真的 拜託 可以讓他討 因為他就是躲著學校 他們的學期就是在鋪子國小 鋪子國小 還有教室 他不是沒有教室 該徵班就徵班 你應該騎入這個立場 要怎麼讓學生 這個衝擊 交通安全 最安全 而且這特車是速度最快 你看臺灣的鐵車 你看整個東山路的塞車 你說好 要再轉這個去北京 你看他們家長 又要搶著 爭著 上班 又在那邊塞車 學生又是這樣 頻繁在 交通障礙 這種很辛苦 可能你現在這個年紀 接送小孩子 我現在很阿光 你知道嗎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也是對不對 你還不用接送小孩子 我要 我載孫 載我們孫上課 我們孫也讀一年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共同來打招 好不好 你用心 了解 改動要去 改動教室擴充 還有教室 我們就盡量充分配合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啦 謝謝 這樣可以 好 再來我們的特教 其實我們很多特教的問題 就是 江北屯 這麼多的所在 才有三間特教 他們特教真的要特別關心 是不是能夠再普及化 現在我們的流浪教師也好 我們的 用特教老師很多 如果能夠再增加 學校 這個特教班 我相信 尤其是這個客戶服務 客戶教學 都把它增加這些容量 讓我們的教育體系更完善 更充足 這樣OK啦 好 跟議員報告我們會看 特教學生的需求 像去年我們就正 來自從 上 時 我們會為